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面 始终藏着一根针 它会刺痛我们 而这种痛感会让我们回望 追溯我们的情感世界里 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一个感受 对情感的感受 触发我拍《山河故人》 在我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一首歌 那首歌的歌词叫做 曾经年少爱做梦 一心只想往前飞 应该是刘德华唱的 它反映了我们过去的 一个生活状态 这个往前飞是你漂泊的过程 那我自己就决定 把这样一个 聚焦于情感的故事的起点 放在了1999年 那当我提起笔来 去写这个情感故事的时候 我发现我写了一个 三角恋爱的故事 我很疑惑 我为什么写了这么一个 三角恋爱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 内在的结构的秘密 这样一个人物的设计 恰恰我觉得它代表着 我们同属一个起点 但随着时间的分化 怎么变成相互对望的两组人群 那这样一种分化 人群的分化 事实上也是这二三十年 中国社会变革 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 去想象在巨变激荡的这十几年 人们的情感为什么发生了改变 我觉得时间真的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结构大师 它让生活的滋味改变 过去的甜蜜美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 一丝丝的苦涩 就像茶 就像酒一样 我觉得我们每一代人 都是被上一代人决定的 但是恰恰是这个孩子 让我在想 他长大之后会怎么样 长大之后 他有拥有 不拥有自己的自由 长大之后 他有没有一个解放的自我 自由的内心 这样一个对人物的想象 就是不知不觉带着我 第一次将笔触写到了未来 电影从99年开始 一直流动到未来 我觉得我完成了这个影片 我再去看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被这个情感所牵动 因为我觉得我想拍的时候 我想拍一部动心动情的 就是因为它是面对的情感的一个课题 那整个电影我觉得 它就好像是 一个人自然的一个变化 年轻时候相对简单 步入到中年之后 开始要面临复杂的事情 然后逐渐地 有了一点年地之后 似乎又回到简单 人生的曲线 我觉得大抵如此吧 让我们尝尽了苦头 也让我们尝尽了甜头 就好像时间 给我们馈赠 也会惩罚我们 谢谢 好 往前跑 好 往前跑 好 往前跑 好 跑 跑 好 我现在是75岁 75岁半的 那时候是70岁 找他那时候是70岁 他开始不愿意 他说我年纪太大了 很危险 他怕出事故 他互不起承认 然后呢 我说 我肯定是听你的 任何时候都听你 这个不会乱来 我记得说 反正说了好多好听的 胆子特别大 他永远徘徊在 那个安全影方的边缘 胆子特别小的话 他就很难享受 这种乐趣 所以一个正常人 都能够学得比较好 这样 他相信我身体好 我就在他那个台阶上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给他看 我是不是身体还可以 他看了 也笑了 后来他经过考虑 算了吧 你来吧 他来了第三次以后 我们就深情难缺 让他去试一下 往前飞 往前飞 人就是要多活动一点 老人也是 光坐在那里 说麻将爱不好的 当时我们可能遇到他 随时都会退出 也受不了我们的训练难度 但是老人家挺刻骨的 全都刻骨下来 没受过山 我这个事情没有受过山 一个正常人 懂多害怕的 基本上都可以过来学 转身 加油 跑了去 那个好啊 这个对生活也是个条件 像我家里 他们原来不太支持我 现在我老伴也很支持 他说他会去 不太支持我 他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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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动力飞行器 行器大概 我们家们有 飞三四个小时 都没问题 在空中 无动力飞行器 气流好的话 可以早上飞到 晚上 可以飞十多个小时 不用下來 不願意下來,不捨得下來 這上面幾個小時 就在天上飛 我之所以繼續在那裡玩 也正因為這樣它有很大的邏輯 它跟自然對話 有風,環境多美好 你在天上看到的環境 跟地上看到大不一樣的 而且是慢慢的 你自己慢慢在上面看 跟坐在飛機上又是完全不一樣 那隻幸福,那隻快樂 難以表達 小姐姐給你講故事好不好 老爺家種了一顆蘿蔔 舒服的季節到了 蘿蔔長得很大很大很大 嘿喲嘿喲 巴不動 老爺也過來了 嘿喲嘿喲 巴不動 小花貓也來了 嘿喲嘿喲 巴不動 嘿喲嘿喲 嘿喲嘿 嘿喲 嘿喲 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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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